苗栗县政府关注学童生长 特别邀请校方、营养师、午餐业者 以及专家学者讨论高钙食谱 预计从下个学期开始 学校午餐采购契约饭本 将纳入高钙午餐计划 后续研发高钙午餐推广教案 让学童在学习阶段就足够的股本 学校营养午餐让学童充满元气 苗栗县政府教育处也计划启动高钙计划 从四年级开始五年级六年级 一直以来就是看整个平均的状况 都比全国的平均身高 大概少个两到三公分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教育处就开始来规划 就是有关于我们针对孩子身高 我们要给予孩子充分钙的 一个补充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从112年开始 那我们就希望 我们在营养午餐的一个菜单里面 来规划我们的所谓的高钙午餐 这样的一个菜单的跟菜色 钙质摄取量足够 有助于学童骨骼成长 县府调查 发现县内学童四年级以上的身高 较全国平均身高 少2到3公分 因此从营养午餐着手 和营养师午餐业者专家讨论之后 会将小鱼干 芝麻 起司等高钙食材 结合在地食材入菜 也请学校就是也要搭配 整个学校的一个体育课程 因为除了吃之外 其实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让小孩长高 就是除了我们在吃方面的一个规划之外 那学校在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区块 那也希望学校能够来进行搭配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让我们苗栗县的孩子可以长高长壮 吃的营养 体育健身 县府希望多管齐下 让现在的学童健康成长 也能够健康长高 谢谢大家